你會遇到自己的心情嗎? 你會遇到自己的心情嗎?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遇到同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一定會有的時候有一些懶惰 就是要提醒自己要一直去很積極 積極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東西不會 你幸運也是會幸運到某一個程度 可是東西不會直接就是掉到你懷中 你一定要很積極的去努力爭取 自己設定的一個目標上面 在進行的過程中如果碰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然後並不是按照自己想要的那種方式可以進行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不要一直裝強 你可能試個幾次之後你就必須停下來 然後呢也許先換一個方向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你並不知道你換一個方向 會不會其實最後它是看似是跟你所想的無關 但是其實最後是不是它其實會繞個圈回來 所以我覺得就是不要停止學習啦 那也給自己多一點的空間 也許可以學習一些別的新的事物 先讓自己轉一個方向 因為有的時候人生就還蠻奇妙的 像我後來就轉到DJ 電台DJ這一塊嘛 因為它其實還是跟我喜歡的音樂是相關的 所以在中間沒有發片那段時間 我就做了電台DJ 然後呢結果又後來去念了書 回來之後呢 我覺得可能這一陣子的歷程 也會幫助現在當我回到歌手這個身份的時候 在工作上面其實都就是有相輔相成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覺得就是不要停止學習 然後給自己可以換一個方向 再一次通訓學習 再一次目標